这台开出去会被有风险吗 没有风险 没有风险 来了十次 来了十次 真的 来了十次 那里停了很多辆长安UNIVA 去看一下是什么活动 原来是长安UNIVA 在我们粮仓新造创业园 举办了一个改装展 在这之前我是没有想到 这款车也是能改装的 但是现场展示的还蛮特别的 各种各样的兜用 我们一起仔细去围观一下 哇 你看这个磨砂红的车漆 这很好看 这个前唇 还碳纤维的前唇 哇 这刹车卡钳 Rainbow的刹车卡钳 这卡钳还挺贵的 还红色的 这么骚气 这个更低 这个感觉减速带都过不了吧 你看这个碳纤维前唇就很帅 比前面的这台还帅 还有做那个气动升降的 应该开要过减速带的时候 就可以升起来 这么一看这么矮 还是非常的帅 你看这个双边双出的排气 真的是非常帅 你看这台 一看就是女生的车吧 这么多的玩偶在车上 不会掉吗 这白色弄得还挺好看的 发财被爱好运常在 哎呀我最喜欢的八个字 哇这台也真的很帅 这个外观是真的很帅 我觉得应该是全场最帅了 请问你们是车主吗 哪台是你的车啊 这台是他的 这台是你的 哎真的很帅 所以你是00后吗 还是 90后 哈哈 对现在这台 这台开出去会被有风险吗 没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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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了十次 真的 这你的车 来了十次 就没有被罚款 没有我升起来 他就看着洗洗身 然后就叫我走 哦就是你是可以报备的 没有报备过 那那一般有这种很明显的 有交警在附近的时候 提前是升起来 他就跟原厂一样的高度 可是像轮毂啊 像前储备这些 后备箱隐藏 那是什么一概念啊 就是 踏起来正常是跟 正常的后备箱是一样的 哦 哇哦 配太多重 好猛啊 这车的动力能到多少匹 这车的就原厂动力 没有改动力 我个人不喜欢改动力 就是改一些外观 轮毂什么 花了多少钱啊 你改装 这里将近有五个 哇 不错不错 腿上台小米苏星了 哈哈哈哈 然后这两台是官方的改的车 我觉得官方的车 怎么还没有车主改的帅气呢 但它是可以下赛道的 所以它是一台赛道版的 UNIV 这台就是官方的老改新车 它画了一个车漆 这个镀银的颜色 显得挺有气质的 而且整体从侧面看 还是非常的修长帅气的 再加上你看这个纯白色的卡钳 这个轮毂 我觉得这台车整体搭配起来 是比那边的赛道版呢 是要好看的 通过这个长安UNIV的改装节 可以看出这台车的可玩性很高 现场确实有非常多的年轻车主 那它确实是一台非常适合年轻人的车 而且在我之前我一直以为 它还比较适合家用 那没想到今天就觉得 有点颠覆了我对长安UNIV 这款车的一个认知 现场也确实蛮好玩的 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新鲜活力的气息了 以后这种改装节目要多多来 这种改装节目要多多来